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简单到复杂 中国人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从复杂回归简单 同样走过了一千多年 唐朝是把所有的法 基本上定下来的一个时代 特别是那个鲁鱼 他写了一本书叫《茶经》 这个茶经很详细地记录了 当时喝茶的方法 而且做茶的方法 这个是最漂亮 我觉得它那个口味比较接近 现在云南那个青茅茶 所以我就拿了云南的普洱生茶 来作为那种原料 唐代的茶 大部分都做成了茶饼 陕西法门寺的地宫 曾出土一套唐代御用茶具 易容之的朋友 进来一套仿制品 邀请他做一次糖茶 糖茶的第一步是加工茶饼 把那个茶饼先烤箱了 烤箱以后再研磨 一层茶末 看起来那个碱呢 中间是窝进去 那个碱是平的 那怎么能把茶碱出来呢 当时我们真的这样碱下去呢 这个茶是显得很碎 很好的 另外它有一个楼盒 它那个楼盒旁边就是有一个空间 你就推来推去 这个茶就可以塞出来了 糖茶的关键是煎煮 也叫煎茶 其实烧水的东西呢 它是用铁锅 它还很讲究从哪里来的水 第二个呢 很讲究这个温度 这个水太开了 它这个水倒进去 把它水的温度降低 另外一边呢 这个水要烧开了 茶末就放进这个水里面 盐啊 姜啊 桂啊 这些有调味料放进去 这种口味跟我们现在呢 就有一点差距 因为我们现在呢 做茶的工艺啊 进步了很大 所以茶本身那个香气 跟那个滋味 相信是比以前都好 从来茶都是这样 那么到每个人的手上 就有不同的演绎的方法 当然我们不能说 我们今天要喝茶 要跟唐朝一样 但是我觉得那个 抓住我们随性 随意地喝茶的今天 也可以了解到 喝茶的文化 本来那个源头 跟那个原来的精神 土家族小伙子徐林 从小就生活在安师大侠谷中 今天他和母亲去探望 刚刚出生的小侄子 按照土家族的规矩 来了人一定要喝油茶汤的 油茶汤的历史很久远 传说曾经有人试着 将茶叶炸透后 加入汤中熬制 以此治疗湿热带来的疾病 在贫困的年代 茶也曾替代肉类 作为年货 出现在年三十的油汤里 放点调料 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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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在汤开了以后 就把这些放到碗里面 放到碗里面就这样就可以吃 很香 不要的呀 哎呀 这样 好香啊 慢着嘛 慢着 来给我煎碗 将茶吃下去 是中国人对茶最原始的品尝方式 群山环抱的恩师 与山外的世界相比 时间过得更缓慢一些 古老的习俗 更容易在这里保存 油茶汤的滋味 徐灵很喜欢 徐灵所学的 是源自唐代的蒸青绿茶工艺 用蒸汤沙青可以带来更纯粹的绿色和鲜美的口感 蒸汤沙青只需要四十秒的时间 沙青后的茶叶 先在五十到八十摄氏度的背炉上 选手揉搓 抛散出干 跟着你脏 接下来便是将茶叶整形上光 在一个半小时的纯手工制作中 茶吐露出清香 变为松针的形状 这就是恩师的玉露茶 怎么样 是不是想珍呢 玉露茶是恩师人休闲放松 不可缺少的伴侣 从一杯蒸青绿茶里 当代恩师人品尝到的 是一千多年前唐朝的滋味 西幻 它就是西幻 没得倒你苦江 出品的水晶 四川省白玉县 最高海拔五千七百米 距离省会成都 仅九百公里 开车却需要三天的时间 白玉县河坡地区的 嘎陀寺是康巴藏族 宁马派最具历史的寺庙 嘎陀寺僧人每天的清晨 都要给自己打一碗酥油茶 俄波酥油茶的喝法 与其他藏区不同 打茶之前 茶饼要在碾子里 反复碾碎成粉末状 然后以水冲泡 宋代人日常喝的是茶粉 点茶的工具是茶咸 而在河坡 点茶的工具 换成了藏族的木桶 这里喝茶的方法 在宋代形成 至今没有改变 中国茶道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潮州工茶我们可以说 号称为中华茶文化的华化石 即使在人人都善于泡茶的潮州 泡了几十年 其实是有习惯 我也不觉得好看 但是我泡茶是用心泡的 我们这边说工夫 讲究到火 水 气息 冲泡的记忆 最终的目的是 怎么泡好这杯茶汤 其实在冲泡那有一个顺口溜 高冲低筛 锅末淋盖 观光寻成 弹性点兵 明朝初年 中国的饮茶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炒清取代蒸清 散茶取代茶饼 茶不再被吃下去 人们更乐于通过泡茶 品味茶的原味和香气 在潮州 泡茶是大街小巷 普及的记忆 你在潮山地区 每一百米就有一家茶店 超过二十米就有一个在喝茶的地方 每天如果一个家庭一个人不喝茶 好像没吃饭一样的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们懂得喝水的时候 已经有户备给他喝茶了 一旦喝上茶之后 这种习惯得到他的生命的结束了 这改不了的了 潮州人最常泡的是凤凰丹丛茶 这种茶因产自潮州凤凰山而得名 凤凰山上树林在两百年以上的老茶树 有三千七百多棵 开头是一个朋友介绍的 说上面有好东西 好茶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这样的资源 而且保护下来 走到半路的时候 真的缺氧 但是多爬几次之后呢 习惯了就没事了 这爬的过程其实人生一种体验 你可以在中间很苦很苦 但是你坚持上去之后 天地就开阔 一个茶好坏 这一喝就知道那时候 做茶的心态是怎么回事 凤凰丹丛属于半发酵的乌龙茶 以香型多样文明 做茶其实两个 一个呢 能够把茶做得顺口 再高一级呢 就做出有没有香气 山野间的历练是年轻人学茶时 必不可少的功课 但夜汉中更大的愿望是 利用茶的品性 来影响和帮助更多的年轻人 携套茶 喝茶 其实是养心 来 搬来喝茶 心一旦静下来之后 气责就起来了 做茶是一种好事 快乐的是 茶可以做一辈子 一千多年来 东方人在一碗茶汤中 感悟着生命的真谛 唐朝人煎茶喝 宋朝人创造了点注的合法 明朝人意改吃茶的传统 品味到茶叶泡水的清香 岁月酿成了茶的味道 茶散发出灵魂的清香 每一个茶人 其实都在修行 属于自己的茶道